大家好,简短的说几句,西夏礼尚的问题 马上这个二十大就胜利召开了 就像我所说的,也会胜利闭幕 为什么?因为那些当权者全是懦夫 没有人能形成一个集团 虽然他们心里边可能对谁谁谁不满 对一尊不满,对包子不满,对馅饼不满 但是他们不敢表现出来 为什么不敢表现出来? 因为他们指着包子来坑蒙拐骗老百姓 来把老百姓或者国家民族所创造的财富 他想纳为己有 想跟着西包子同志一起分点耕吃 西包子和茅台,他们得在底下接着 西包子露出来的茅台的穷江玉叶 所以说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习近平 大伙知道习近平对他们这个国家 对他们这个民族,对他们这个政党 是不是会造成威胁 大伙都心知肚明 是不是他们现在贪污腐败的钱 不如胡温时期贪污腐败的钱 拿得那么得心应手 拿得那么明目张胆了 他们都自个都心里知道 但是他们不敢说出来 只要我抱上了这条大腿 这条大粗腿,大猪腿 大猪脚 闻上了我们伟大领袖 伟大的人民领袖的屁 他就可以比原来可能拿得少点 但是也少也少不到哪去 但是如果我说你不行 我要向你禁言,建言的时候 你少点,你连钉渣你都拿不着了 所以这些人有一大家族的人 需要他们养活 你不要认为这些人 这个都是共产主义的 坚定的信仰 坚定的接班人 坚定的执行者 这帮人全不是 没有一个人是 真的没有一个人是 所以说呢 这个伟大的二十大肯定会胜利 还有很多人说 这个习近平已经怎么着怎么着了 前日子软件 前日子死亡在机场 前些日子怎么着 这个习近平彻底被拿下了 国庆招待会上 习近平也没有讲话 习近平哪个国家领导人 在国庆招待会上都不怎么讲话 一把我说的是 这是一例行公事 这是人家国务院召开的 所以说这没办法 这个很多人只能看着 国内透露出来的一点消息 来断章取语 或者是通过自己那小脑子 来分析思想 来判断他们内心 捏造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能成真 我说句实在话 我特别希望成真 这个咱就是 如果说像你们所说的 维持这个党还存在 希望改革派能把大伙 胡吃海塞的胡温时代 江里江珠时代 能重新的找回来 我也愿意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 可以少遭一点罪 或者是蒙着眼睛 在生活没问题 中国老百姓不是所有的人 都有那个政治觉悟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可但是 你说出来的那个事 他没有基于事实的理论基础 他也不会成为你这个盼望的 也不会成为我盼望的 所以说习近平还会继续奴役 中国人民 这一点毋庸置疑 最新的中央电视台开始了 要这个经中央军委批准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网信办 中央军委正式工作 不联合出品的思想 解读类 容媒体 特别节目 这词 追光 25集呢 15集呢 这两天播出来的就是 强国必须强军 助劳强军之魂 之下还有什么 传承红色基因 这个深谋战 就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告诉你大伙 习近平 就是今后 最起码今后十年的伟大领袖 伟大的人民领袖 第二个就是 我所固有的那个思想 你们都不可以翻转过来 都不可以左右 很多人在说李克强 最近不断的提 没有提什么几个坚持 几个代表 什么烂七八糟 一大堆 都在谈 四次谈到 这个深化改革开放 现在所有的 包括习近平的政府报告里边 或者是党的报告里边 或者是这个伟大的国家主席 报告里边 都会提到深化改革 吸引外资 这不是李克强提的 李克强 屁能也都没有 因为之前他有 他有两个或者几个案例 比如说他在河南主政的时候 他在辽宁主政的时候 你问问当地的老百姓 是不是得到了他的福音 得到了他的音责 有吗 当地的老百姓真的生活富足 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吗 你问一问 现在又说 李克强是一个什么 李克强是一个什么能人 他最高光的时刻 就是考大学北大 这么一个 所谓少年班 也不叫少年班 反正比较年轻 完了之后 被所谓的那些前任的 当政的领导 弄成第几阶梯 把他培养成一个国家的二号人物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高光时刻 他自己真的没有屁本事 他善于溜须拍马 他善于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活悉尼 对吧 咱不聊这个 聊这个没什么劲 咱聊几个别的小事吧 这个 有一个叫卓耀年的人 他的这个推特我关注了 但是这哥们 所有推特的内容 99.999% 全在聊苏小和 都在抨击 这个苏小和的打扮 苏小和的这个假头套 苏小和的围巾 苏小和娘们唧唧的样 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了 他报了一个消息 肯定不是真的 他说根据几个湖南哥们的内幕消息 那个人 就指苏小和 自青少年时期 就对服装特别有自己的想法 常常穿的奇装异服 惊世害俗 在那乡下民质未开的地方 更是引人侧目 常被家人拿扫把痛殴 扬言逐出家门 这个经常 苏小和经常挨打 是肯定的 这不是我说的 这人苏小和自己说的 但是 可但是 我就觉得 没有必要拽着 或者抓着人家 这一点不放 我觉得从苏小和的 这个话里话外 自理行间 他还是一个男的 他绝对是一个男的 你说他这个皮围巾 这个穿点什么 蒙扣 穿点什么 这个 这个 这 我觉得这个 人家愿意穿什么 穿什么 人家有钱 造那个 我们需要对苏小和 不能说一指气势 或指出他的这个弊端 是因为他吃相太难堪 你受过高等教育 你虽然 这个大学上的是一个师范 但是 可但是 您在清华北大里混迹过 您接触过京城的文化圈 您也知道 自己这个 应该做什么 你自己受的教育 我觉得足够多 你读的书也足够多 所以说 就是 你为了钱 尾身 折腰这一点 甭管是哪的文人 哪的文人 都这个 让人看不上 你们推崇的1984 动物庄园 人家的那个作者 就曾经说过 我写东西 你不要看我写的 什么一个预言小说 或者一个什么 讽刺类的小说 但是 我都基于事实 我本人从不说谎 这是 这个作为一个 让人推崇作家 推崇的作家 应有的本分 你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 你可以进行文学创作 你不能张嘴 闭嘴 就是卡不当 这个 那一嘟炉肉 别张嘴 闭嘴 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这么说 不说了 反正就是 在这个 YouTube上 苏小和同志 对于这个 挣钱 这一点 就是吃相太难看 还是那句话 吃相太难看 但是别人 反对他的人 没有必要 质疑别人的答扮 这个答扮 我觉得人 打扮的挺好 很多的 你比如说 你去到 我一个 这个 密切林的餐厅 那个餐厅 可能就需要 提前 最起码的 这个预定 要可能 那个座位 就要三个月 就要半年 就要一年 结果 中国人 穿着大裤衩 就去人家餐厅 去吃饭了 您最起码 穿一个休闲的西装 对吧 您穿长裤 您穿皮鞋 或者休闲的皮鞋 您坐那去 进那个餐 才能对得起 那么 所谓高端 所谓这个 这个 你预定那么长时间的 那个米其林餐厅的 那顿饭 您穿着这个 这个大裤衩 溜肩板 完了之后 穿着这个 拖鞋 您就进去 您对自己不尊重 都不尊重 您对别人 也不尊重 没必要 卓耀年 这哥们 我是订阅他 他也订阅我 但是呢 就说 你没必要盯着 苏小和的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旁之错节 那些一点 天天这么说 也没劲了 另外 第二条消息 杨静宁先生 100岁 受臣 口齿清晰 致谢感 致此感谢 妻子翁藩 紧哀落座 我们很多人 都在质疑翁藩 就说你28岁的时候 嫁给了82岁的 这个杨震宁 是不是杨震宁 还可以跟你行苟且之事 行床地之欢 行恐梦之道 但是 这个 但是我们也多于质疑 为什么人家杨震宁 是这个 诺贝尔的物理学奖获得者 甭管他是跟别人合作 还是剽窃了别人合作 但是人家是全世界 物理学界的 你说这个最大的那个那个大拿 那也差不多吧 人家是物理学家 对于这点物理的一个活塞运动 人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我估计人家肯定没问题 祝杨震宁100岁 生日快乐 谢谢大伙 谢谢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